各位習慣,今天時秀風吹,一出即勝,他一直在重化操練,為何會選擇是跑馬地初出人呢? 其實在重化,他時侯不同,他時侯很不錯 跑馬地其實都是讓他拿一些不同的經驗,我對他做情緒也有同場 所以我覺得,他本身的體驗也很重要,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跑馬地初出人 這個附系的故事是一個比較新的總事,是怎樣相中這一匹馬馬呢? 其實是因為那些抄襲的人,我們看下去才會覺得他抄襲得好 這匹馬本身是短途馬,還是他成長之後可以進入到前面? 我聽過鵬哥說這匹馬是由你千金有份去幫忙看的,其實他是不是有興趣在這方面看? 他有興趣去看大陸,很多時候是由他選擇 很多時候,他是有興趣去看一些馬行政,但他又問他很喜歡的 所以他又會有一點出事 他會不會喜歡做一些馬房的工作,或是從事上馬的工作? 馬房工作,他本身是有工作的,所以他有自己的興趣 還有一次恭喜鵬哥,謝謝你,謝謝 謝謝,謝謝